Yoho Hub 和 Grand Yoho 有什麼分別 一手對二手的設計相差不多 最大的分別體現在戶型設計上 Grand Yoho 是僅廚 而Yoho Hub 的小單位是開房廚 這間兩房就是一個開房式廚房連一個儲物堂 一進來就有個月關 這邊都放了櫃子 做了木面 這裡就是一個長型的廳 還有外連一個露台 這裡會看到深圳灣少少海景 下面有條軌道 廚房就有一個L型的配置 基本上蠻麗的 還有白色面、石面 看上去就比較精緻 有一張桌子 我吃飯桌 走過來這裡 這個存物堂可以做收納 或者給工人姐姐用 上面有冷氣的 這裡就有其中一間房間 半窗玻璃 最主要就是因為冷氣機分體器放在外面 浴室就蠻麗的 它總體上什麼都有 用一個淋浴的 基本上是OK的 都市人用到的 這裡就睡房 預留在這櫃位 睡房就很大 看上去都是新元朗中心 下面 這條軌道 這裡看到塞浸嗎? 看到海景 景觀來說都算OK闊的 我們看一間放了傢俬的小三房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門口預留了液蓋位 它放了一張餐桌 挺漂亮的 然後一個L型的廚房 這裡就有一個長型的廳 梳化電視 空間就有籤口 這個就有一個夾音窗 但其實都沒有什麼聲音 看出去就原來的大馬路 又看回全山景 挺漂亮的 廚房有組L型的廚櫃 所有家電就陷入色 桌面就不夠 其實有一張餐桌 可以不用用這張的 走進來吧 還有兩間睡房 它還挺骨子的 做了一張書桌 這張桌子拉下來就是一張睡床 嘩 差一點點 浴室那邊就很綺麗了 基本上三件套 用淋浴的 這邊還有小朋友的房子 走過來就做主人房 主人房就相當大了 這裡有一個衣櫃位 可以讓你放衣櫃進去床 實用率就挺高 還有它望出的景觀又很闊 還有一個主人房的主人浴室 三件套 設這些兩房最便宜入場就680元 細三房最便宜就777元 你覺得發展新有沒有買貴 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